這裡好舒服 好 我們眼前就是楊侯古廟 這個廟建於康熙38年1699年 哇 沿岸清兵都沉到古廟參拜 傳說南宋末年楊太后的弟弟楊亮哲 南宋時期蒙古入侵 幼主屠爛來到香港楊亮哲互主幼宮 死後鋒鋒為楊厚王 Herman覺得他忠義於是見廟供奉 進去看看法定古蹟 我想問這是什麼骨 電訊叫龍骨 特意做的是劍骨 哦 哦 是 是 我見到了 空氣38年 不是花站三個這麼說 這間廟有些名氣 跟這個公司有些關係 是 這間廟這個神呢 其實流傳到今時今日呢 在大澳那個 除了什麼油蔥那些東西呢 他們都還有叫做 做那個神功戲 過這位神 和王爺神的旦旗 哦 可能跟這些 這兩組陶瓷 他們其實帶說是一些 類似經劇的場景來的 嗯 是給神在看電影的 謝謝你呀 其實大澳還有很多廟 大家可以發掘一下 但我們這次的旅程 真是很有佛性和靈性 我們去了靈引寺 準備吃齋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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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已經避過了吃飯的高峰期 我們發現了 靈引寺外面一個頂 是在灣仔太原街 49號 窗記造 我回去就看看 太原街49號現在是什麼 但是真的 手工 我覺得是漂亮的 開個google map 看看實境 似乎就重建了 哎呀 往事都是驅往矣 紙內有護髮電 觀音電 和大紅寶典 食齋那裡 我們就沒有拍片了 拍照給大家看 菜也不錯 飯和湯都是任裝 而且環境也很清幽 很適合冥想一會兒 這個真是寫 靈引寺 靈氣獨鍾一水營回登彼岸 忍修正道仲山環拱戶增魚 如果你坐的士來 就可以直接轉進去 你就不用走 我們剛剛吃完的齋菜 就這樣走出來 在這個位置再走出去 其實就是大澳 我有塊碑 我也有塊碑 我真的服了你 你上一輩子不是幫人合碑嗎 如果是的話 我的中文應該會比較好 想起你的中文也令我很頭痛 1974年5月28日 停旁邊有信箱 油證局信箱 我收信嗎 寄信 然後這個陳站 常樂我證的信箱 我真的有信 我們走了 沒電了 換電吧 下一站猜我們穿越多少年 大嶼山馬場 騎馬多少分鐘 30 是那個年代的東西 真的